交代过臭鱼 莫子提了竹膏上尾弦 老官朝右面挪挪嘴 这小两口一动一径 真是相配 莫子一瞧 水蛇正交洛英撑船 洛英说了什么 他就呵呵笑 他嘖嘖撑旗 要是早些日子 打死我都不相信 水蛇还会笑 这好男人呐 成亲前未必看得出来 成了亲就显出来了 老官过来人又关心莫子 就我看 对莫哥的脾性 袁先生也是个极好的 莫子如今坦荡磊落 喜欢着那个男人 所以不脸红 官老 这好不好 您不是说要成亲了才知道 那就早日嫁给我 你不就知道了 原成绕出来 要不 好事成双 今夜再办一次喜事 万一嫁了 却发现你不是好男人 我岂不是吃大亏 还是慢慢观察再说 莫子笑得美 慢慢来 万载 还是一年 这叫打折 这叫打折尾上 莫子故作苦苦思索状 嗯 十年八载吧 老官吓一跳 白手说 嘿 万万不可 莫子挑眉看原成 你怎么说 原成叹口气 说两字 唉 我等 这是他当初假冲君子风度 惹出来的 自然要由自己承担后果 莫子哈哈一笑 对老官说 瞧 还有一种好男人 是会等女人的男人 原成笑望着他 稀奇古怪 他什么都敢说 但莫子再开口就正经了 今日入港 明天夜里出发可好 歇两日吧 原成逃跑都不慌张 我看你这些天紧赶慢赶的 船不累 人也累 万一被人追上来 尽管他的船已经行得很快了 可是两日的话 他有危机感 不会的 原成的自信 不知从何而来 总看着很满 莫子看一眼 身后两条大船 他的全部底气 好吧 大不了 打出去就是 船入港 就有人喊 可是 雅江货运的船 早就在另一艘大船上 等着的卫庆 露出笑模样 下山板说话 正是 大人是严司来的 没错 这是官文 看清楚了 官员地上提言文书 卫庆小心接过 仔细看好 便点点头 嗯 大人 一共六千弹 也请您等会儿 点好了对账 盖了回职 我们也好跟东家交代 官员一招手 就有工人 推了独轮车 上去搬货 这时 原成一身 翩翩墨服 配高冠 墨子青衣 小耳帽 打扮成他的小丝 和暂尽华衣等人 悄悄从侧边下梯上岸 骆成是小艺墨子 住惯的地方 离开一年半了 故地重游 分外新鲜 而对于从未来过的 骆鹰 南北差异 更让他大感有趣 本来是采买补给 却让琳琅满目的 小摊店铺 拖慢了脚步 原成为了让他们 专心玩 干脆安排分头行事 臭鱼他们 去定行船所需 而他和华衣等人 够食材药品 说好五十在港口的酒家 碰面就散开了 好别致呀 骆鹰拿着一只 双面花骨簪子 还以为上都天子脚下 应该更精致才对 想不到 落成一家小店里的东西 就这么特别 这些东西 都是从南德运过来的 墨子董行 南德的工匠 天下出名的心灵手巧 讲究细致新颖 材质上跨度大 不向北方 注重贵气稳重 材质多金玉 哎 你们帮我看看 有没有男子事务 骆鹰买了自己的 不忘木头相公的 墨子刚要笑他 突然听到身后 有人跟店老板说话 老板 我这有块玉坠 你看能否出个价 我不收旧东西 姑娘应该去当铺 老板耐心回道 那要卖坠的声音 却是耳熟 墨子回头一看 却只见那姑娘的背影 不群银簪 很是普通 与自己所想的那人 出入甚大 怎么 小姨问 啊 没什么 我当成是认识的人了 墨子笑笑 暂尽在外面把关 你别瞎紧张 小姨跟回师兄们之后 不但功夫增进 对环境的警惕感 也增强了 尽管墨子这么说 她仍看了那女子好几次 确定对方不是危险人物 才作罢 开当铺的不识货 可你是做珠宝买卖的 不会不知道这是好东西 看看吧 我这枚坠子 比你铺子里全部的货 加起来都值钱 女子送上玉坠 老板只看一眼 便知确实是难得的宝贝 但她算是本分商人 姑娘 你这坠子是好 可我店小容不了大佛 我买了 卖给谁去 你的店虽小 东西却不便宜 一根木簪子 能卖到二十两银子 还有铜壁菇 要百两 来你这的客人 一定也不穷 实货的 自然会喜欢这坠子 我二百两卖给你 很便宜了吧 墨子听着 只觉这姑娘 聪明有余 经验不足 老板痴笑一声 姑娘 不识货的是你自己 我这木簪 是佛针斋出品的 木质虽普通 雕工却是一绝 铜姑 是金蛇盘鹤 转一圈 就是完整的民间故事 筑器用过就毁 天下蛋这么一支 再说你的坠子吧 玉是顶级好玉 但北方工艺 总训南方那么一点 这百鸟嘲讽的文案 也老套 又用过些年头 别说二百两 二十两我都不要 我的客人 不喜好这种的 北方工艺 如何比不上南方了 那姑娘火了 这枚玉坠 可是宫中大将得意之作 但是这块玉的价值 就不菲 老板 刚刚你说的那个闭环 拿出来让我瞧瞧 洛英光顾着自己的相公 挑着字眼入耳 老板忙撇下那姑娘 招待真正来做她生意的 姑娘哼一声 头也不回地走了 老板就闲聊这事 哎呀 看着饿了好几天的样子 想不到手里 还有这么贵重的东西 多半是家里遭灾遭难的 都说 落难的凤凰不如鸡 可惜了那姑娘 长得好 却招坏人言 银子花光了 也是迟早的事 那块月 最后还得进当铺 能拿二十两就不错了 莫子听着不说话 事到如此 不可能见一个帮一个 洛英用身上所有的银子 买了金蛇环 自己看上的花骨簪子 就没买成 莫子要帮他店 他硬是不肯 雷震门的弟子取财有道 据说以前 就是一群追求功夫 最高境界的舞痴 对银子毫无概念 生活在深山里 吃穿简朴 后来被所谓的正派 用各种高价银定制的 暗器力气围剿 才发现 钱还有这用处 然后天上掉下来一个原财神 从此便誓死跟随 雷震门的老大说了 没有贫穷这个后顾之忧 才能真正全心练武 不过 虽然原城管着雷震门的账本 弟子们仍保持着 勤俭节约的优良美德 或者说 他们对银子 真没太多的需要 出了铺子 一时没找到赞进 赞大概不会偷懒去了吧 落鹰花光了银子 心情却好得很 赞进不是那样的人 墨子四处张望 便看到赞进 从旁边的巷子里冒出脑袋 示意他过去 在那儿呢 三人拐进巷子里 看到赞进 摁了个人在墙上 乔衣卓 居然是刚才 要卖玉坠子的姑娘家 赞大 真看不出来呀 落鹰左眼右眼 换着闸 那姑娘的嘴 让赞进大掌捂住了 发出呜呜的声音 目光愤怒 莫哥 她是李王的女儿 那个郡主 我认出她来 就喊她 她却莫名其妙地打我 大街上人多 我没办法 只好 暂尽吐露真相 李王的女儿 墨子吃了一惊 武幽燕 真是认识的 而且完全想不到 武幽燕在墨子出发去大囚不久 就许了人 对方是青州宁远侯府的嫡长子 除了离娘家远一些 这门婚事十分门当户对 而且 她也算嫁得及时 出嫁队伍离开上都没几日 李王就被查出一心 要是再慢一步 别说嫁人 恐怕出家门都不容易 你不是去了青州 青州在北 洛州在南 江头江尾 武幽燕说什么 都被暂尽的手堵了回去 暂尽 放开郡主吧 谋逆案尚未定论 李王头衔还在 郡主也还是郡主 暂尽收回手 刚要退一开 就被武幽燕一把抓住 恶狠狠咬了下去 洛英扯平双唇 皱脸耸眉 要上去 你放 好 赞尽左臂拦住洛英 面不改色 没事 武幽燕听了 立刻抬眼瞪她 漂亮的凤眼里 电闪雷鸣 墨子看到她嘴边一抹鲜血 有些生气 郡主 还请适可而止 出手打人的是你 我兄弟不过自卫 如今你又咬人 这就是李王府的家教吗 武幽燕终于松开嘴 见赞尽手臂上带血的伸牙印 不由正了正 但很快 神情又倔强起来 别以为我如今沦落至此 你们就可以任意羞辱我 谁羞辱你了 许你打人 不许人打你 小姨都忍不住顶一句 武幽燕冷冷瞧着墨子四人 你们是一伙的 我说不过你们 扭头就走 郡主 留步 墨子禁不住说道 武幽燕以为她还要找自己的不痛快 转回身来 却一言不发 她有骄傲 但她也有良心 这事她有错在先 不怪对方可能再咄咄逼人 事态炎凉 她在父亲失事之后 顿时尝尽艰难痛苦 已经不再是天真的贵族小姐 她在心中告诉自己 要忍耐 我们几个正要去吃饭 有缘千里来相会 郡主要不要一起 美食能让人心情好 我不去 武幽燕拒绝的有些难 是吗 那就不勉强了 虽然本来想看看你的玉坠子 如果好的话 我也可以开个假的 墨子一笑 对赞进他们说走 哎 等一等 武幽燕也知道 再坚持就傻了 我跟你们去 因为也没逛多久 到约定的酒楼时 原成他们还没来 墨子要了楼上包间 点了几道开胃小菜 打算慢慢坐着等 只是她忘了 有人已经饿得两眼昏昏 开胃小菜上一道灭一道 连花生米都没留下一粒 小二 刚才点的小菜 重来一份 再切斤酱牛肉 炒盘青叶菜 来小桶白饭 她立刻调整 小二说声好嘞 彻叠走人 武幽燕吃急了 才想起些口气 抬头见人人盯着她 漂亮的脸蛋一红 七七爱爱说道 我 我饿了 看得出来 小一鸣酒杯 唇动两下 一杯见底 喝口水 墨子提湖 给武幽燕倒茶 没人跟你抢 洛英说完 就把金蛇环拿出来 看了又看 突然哀哑一声 一惊一乍的 哪儿不对了 墨子凑过去看 哎呀 我把银子都花光了 下次要是见到更好的 怎么办 洛英哀叹 我就知道 学功夫也学师傅 施工的坏毛病 不爱想银子的事 墨子忍不住笑 所以要找个会想的人 不是找着了吗 小一嘴巴如动 又一杯酒不见 阿瑟 他会吗 两人尚处新婚 且多在船上 还没机会全面了解 很会 作为兄弟 暂尽比他们知道的多 水蛇一直存钱娶媳妇呢 当初他们三兄弟 跟我跑船 都有自己捣货 应该赚的不少 墨子也来爆料 他也不是一开始 就把人震得服服帖帖的 没好处 怎么能让老官 他们甘心卖命 洛英放了心 我的眼光还真不错 赞大 跟我说说 你水蛇老哥 存了多少娶媳妇的银子 哎 我可不是贪他的 就要心里有个底 赞尽不肯答 他娶了个 不会过日子的媳妇 我要说了 你能把他那份钱也花光 洛英却不罢休 非要问到为止 墨子好笑地看着两个人 不 后来还把小姨拉进唇枪舌战中 一侧脸 发现五幽燕神情恍惚盯着洛英 对摆上来的饭菜 视若无睹 郡主 吃饭吧 他提醒道 五幽燕缓缓收回目光 低头 筷子往热气腾腾的饭碗里一落 就跌出两滴泪来 墨子看在眼里 也不问 只说小心烫 五幽燕瞬间抬起红眼望着墨子 眼泪在梨花般清丽的面容上 流成了小溪 他哭起来无声 抽烟也没有 只流泪 神情悲苦 但贵族小姐的气质不减 楚楚可怜 令人惊艳 包间里立刻安静 大家都看着他 我到青州的同一天 接到了爹出事的消息 同样都是新嫁娘 父母千挑万选的夫君 比一个跑船人都不如 宁远侯府不但偷偷取消了拜堂 将送嫁的护卫打发回上都 还将我和陪嫁丫头们 进在最偏僻的院子里 那个我连面都没见过的男人 没过两天就取经一房小妾 任那小妾上门羞辱我 而不闻不问 我以为爹爹的事一定是空穴来风 只要皇上查清楚就会没事 谁想宁远侯府的下人们 一日比一日见待我 有一天丫头偷偷出了院子 正听到大管家和人说话 侯爷要把我作为谋逆的同谋 押回上都去 以表明宁远侯府的清白 于是丫头们帮着我逃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